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今日點擊節目 我是石濤 好久沒說風神演義了 我又提到說風神演義 在第三章的時候 風神演義第三章 蘇戶抗拒咒王的罰兵 那後來崇黑虎呢 崇黑虎是北侯王的弟弟 崇黑虎後來是被封為山神的 就五個山神當中的一個 崇黑虎實際是他出現的角色 你可以叫大一滅親 他對他哥哥的殘暴 對他哥哥的生命品質是不接受的 其實在修記裡面 你會看到生命的善惡 是取決定作用的 而利益的一切 惡就是利益的一切 基本都是被唾棄的 被唾棄的 基本都是 真正善的 基本都是取決於生命的正的一面 善的一面 真正正的 所以上至王侯 下至普通的人 他描寫的概念是這樣 你用崇黑虎說大一滅親 這個詞其實不好聽 這個詞是不對的 在我個人眼睛裡 崇黑虎他代表了一種 他有生命的一種更高的認識 他認識在人的這一層面 肉體的這一層面的因果關係 也正是這樣 崇黑虎自己有一些 現在叫特異功能 那後來他成為 應該是北越的 北越的山神 但他的哥哥呢 就是一個酒色之徒 貪婪的酒色之徒 所以 沒有任何特別的本事 沒有任何特別的本事 那在這個 在他討伐蘇户的時候 蘇户不幹了嗎 蘇户就罵這個咒王 是個婚官 是個貪官 為什麼還要把我女兒 你宮裡頭有這麼多女人 他說宮裡頭大概有三千多個 你還要我女兒 你簡直是 誤國誤民 那是挺有趣的 所以《風神演義》裡講了一個 一個有趣的故事 咒王有三千多個女人 當她在多要這一個的時候就壞了 那三千多個都壞不了她 多要的這個壞了 多要這個女人壞了 所以這個其實裡頭有這故事 在此之前 那些女人的存在 是天地間有著她的道義在 而這最後這個女人 出現是跟女娲掛鉤 她侮辱了女娲 她的惡念出現了 她的惡念 她的念頭 她的貪婪貪欲之陰邪之心 用在了女娲身上 她等於是玷污了神 侮辱了神 反映的 而她人的環境中 反映人家是一種色欲貪欲淫的 所以才這個 只有這個女人能毀她 這話不能這麼說 就是說 當她有了這個東西的時候 那再碰女人就毀了她了 所以裡頭什麼意思 人對神的侮辱 是最大的罪孽 其實5G就有這東西 5G跟AI就是包含著這因素 結果今年2019年要出來 5G AI和這個這個編輯基因 都是對神的侮辱 整體對神的侮辱 它來自於人所謂人的創造 人自身的創造 開始創造生命 取代人 所以祖宗留下來的東西 今天呢很多人看不懂 我覺得就看不懂 但是當反過來我們知道 如果5G出現 就是現在的鬧得兇的 5G的出現 跟共產黨合在一起的說 是大規模屠殺人類 沒有人去討論這個問題呢 為什麼沒有人討論這個問題 人都在站在利益上去看的 太多人不能站在生命角度 看到共產黨的邪惡 所以在利益上算計的時候 他還想算計共產黨佔便宜呢 他覺得比共產黨本事大 不是那馬的事兒 所以如果單純從這點上說 2019也是在劫難逃的 而有篇報導文章題目這麼說 習近平擔憂出現不穩 這幾乎是所有媒體都在討論這問題 挺奇怪的 《華爾街日報》 《法新社》 《美聯社》 《路透社》 這都大媒體 《紐約時報》 都在討論 這是德國之聲的 與美國的貿易戰 過量的債務 遏制了中國的經濟 失業 社會動盪 害怕激增 黨內出現對習近平大權 極於深的不滿 這是現在正在開會的現實狀況 其實更麻煩的是 習近平沒有任何功績 沒有任何功績 在人大開會時拿出來 中國製造2025 乾脆不敢提了 因為怕人給打死 人類命運共同提 你也沒聽見聲兒吧 我就沒聽見開會裡提這句話 一帶一路 屢遭磨難 所以這 但這是他 習近平修改憲法一年之紀念 什麼都沒有 所以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他在開會前 借助了華為 向整個美加地區 開動了司法戰爭 法律戰爭 強勢的法律戰爭 來烘托 只能營造一種 怎麼說呢 對抗美國人 對抗這不公平的對待 來愛國主義 來充實他 在兩會中做交代 國內現在新聞 是這樣的新聞 兩會跟華為的這種司法舉措 大規模的司法舉措 那對華為這麼拼命做 其實在我眼睛裡有著他 背後另外生命的含義 是摧毀人的 你現在看起來 5G是摧毀人的 摧毀人類的 中共領導層很久沒有這麼緊張了 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 對複雜黯淡的國際局勢發出警告 貿易爭端 經濟增長放緩 內外處於動盪棘手 必須高度警惕 全黨同仁不得代謝 不求進取遠離人民 他拿著刺刀走進會場 就是軍國主義 軍國主義就是遠離人民了 各地高級幹部曾經被召集過去 當時大概有三千多人 談到了有關灰犀牛跟黑天鵝 那為期十天的人大會議 那就是十五號結束 十五號結束 被視為年度的政治高峰 習近平掌握權力的週年紀念 張立凡在描繪的時候說 世紀必反 事與願為 無論任何人登頂之後只有下坡路 那是是這麼回事 其實當我看到他 就是那個軍人進入會場之後 基本就完了 他完全把自己置身於一個 你可以說 就像當年希特勒 當年一次大戰 二次大戰的時候 走軍人正部進入的時候 那是普魯士王國 在一次大戰之前 出現的軍 軍國主義的標誌 他現在用了 一百年 吳強 清華大學的貿易戰 關係不確定 朝鮮核武器 印巴之間的緊張 都對習近平構成了威脅 而對黨內的威 來自黨內的威脅 其實更絕對 全統的官僚和藝人體制之間的緊張關係 透過各種方式表現出來 習近平成功的把他自己個人 跟黨內各派勢力 各個階層各派勢力 都形成了對立 這是從來沒有過 短短的一年時間裡面 與各派勢力都形成了絕對的衝突 絕對對立 從來沒有過 以至於造成他連四中全會都不開 是 李克強在開幕式上大談改革 希望避免跟美國之間的貿易衝突 而貿易戰重創了中國經濟 那去年 2018年6.6% 6.6% 我看過不同的評述都說 實際增長數應該是負的 經濟是倒退的 李克強在 也提出來今年的經濟增長更低 大概6% 但他很小心 他不讓報告聽上去很消極 讓大家感覺很無奈 這是德國德新社報導 貿易戰 國家債務 那德國專家講說 兩大因素導致了萎縮破產 大量財源會引發社會動盪 引發社會動盪說了很多年 他也沒動盪 人說共產黨死 也說了很多年 共產黨也沒死 人們的期盼 人們的判斷帶有很多人們的現代的思考 但人從來沒有說了算過 人從來沒有說了算過 但時間是個神 人他會走入到 他會走出一個固定的 生命背景下的標誌 但在利益中的人 當一個完全要崩潰的環境下 在其中很多 他是有 又是以利益作為先導 關鍵是中共把中國人洗腦之後 很大部分反共的人 也在利益層面去反共 所以他的期待就是錯的 反共的根卻在共產黨身上 利益 而不是生命 那好這期節目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再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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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看看